這是把H1放入接到 所以這個區這個要把它改 名稱要入接到 第二個的話就是H2的公式是這一串 特別注意這個公式 你要確定先輸入OK 這個我有把它貼到 如果你假設之前沒有存到檔的話 你可以在雲端擺板上面 第10頁的地方 就我剛剛改過了 其實我只是把那個H2改F2而已 其他沒改 再來的話把這個公式 複製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Visual Basic這個地方 Formula等於這一串裡面 OK把它貼上 但是 但是還要記得 有沒有發現好像我印象中之前有講過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因為這公式裡面有雙雨泡 有沒有然後VPA裡面 也已經用掉了雙引號 因為VPA裡面的雙引號是文字的開頭 文字的結尾 但是你這個公式裡面的雙引號 它意思也是一樣 只是說你把它貼到那個Visual Basic裡面 它混亂了 它不知道說 你這個是 到底是VPA裡面的那個雙引號 還是說 你這個是什麼東西 看不懂 所以呢 如果假設 你要讓它做區隔的話 請各位注意 一定要把這個公式裡面的雙引號變兩個 以示區隔 OK 原來你這個不是VPA裡面的那個雙引號 而是說你將它輸出資料的雙引號 所以它看到兩個 它將來就輸出一個 OK 這個是它一個簡單的規則 做區隔 不然的話 怎麼怎麼做區隔 OK 所以第一個 把這個公式複製一下 取消 取代 取消 然後再貼到哪裡呢 請你貼到記事本裡面 做什麼呢 把 一個雙引號變兩個 所以編集裡面的取代 那你就找到一個雙引號把它變兩個 這樣他就知道 你兩個雙引號 那是公式裡面用到的 這個雙引號 他看到兩個雙引號 將來輸出的話 就會自動幫你把它轉成一個 所以你會把它輸出到公式裡面 只會看到一個 而不會變兩個 OK這可能要注意一下 全部取代一下 好 那記得喔 裡面的雙引號就馬上被 取代成兩個 有沒有 一個變兩個 這個時候呢 你再把公式 複製 貼到我們的那個 FORMINA後面 這樣就OK了 所以把它貼到FORMINA這邊 OK 其他都一樣 就不動了 那欄寬好像不用不用改 所以 反而那個什麼 入階道還蠻簡單的 1 2 3 1的話是輸入那個欄位名稱 欄位名稱 2的話呢 輸入公式 3向下填滿 OK來試試看好了 所以 其實理論上應該把這三欄通通都刪掉 重新再來 所以把 D欄身刪掉 然後再把 區跟H一定要刪掉 好 那接下來跑跑看好了 那理論上剛剛你應該沒問題 區也沒問題 所以我就把中斷點這個取消掉 那我建議呢把中斷點放在 我不確定的那個地方 哪個地方 我剛剛做的 就是 輸入應該是入階道 OK 點一下入階道這裡 好讓它停著看看 不然的話跑太快我根本看不到 它就結束了 OK好試試看了 執心 有沒有 理論上應該黏沒問題 區應該也沒問題 再來就是 那個 入階道 好入階道 我建議啦 中斷之後的話 你就再按F8啦 慢慢跑跑看 千萬不要急 不然的話 城市很容易就出錯 第一個OK了 第二個有沒有OK 第二個好像公式看一下 也OK 第三個像它填滿有沒有OK 也沒問題 不過奇怪為什麼現在欄寬就變不OK 如果你擔心說欄寬不OK 這個時候呢 很簡單 你就把這一行 欄寬設定複製一下 然後呢 在這個底下 再補一行比較好 OK好 如果擔心說欄寬的問題 那就把它改成H 不過這個時候 城市已經跑過頭了 怎麼辦 我前面講過了 Video Basics是可以倒車的 把它拉到上面 按下F8 OK 這樣子 就 完成我們要的結果 所以 最後呢 有年 有區 又有入階道 那這個 Sup叫做 插入欄 所以我將來 下載完之後就插入欄的話 那我就可以直接在剛剛那個 那個 Module在哪裡 在這裡 OK 你會發現 它錄製的放在 Module 4 可是我剛剛的 住宅放這裡 你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從這邊去call它呢 其實也可以啦 call 那個叫什麼 插入欄 OK所以我就直接在這邊打一個 插入欄 OK好 那它只要看到這個名稱 它就會去 Module 裡面每個去找 所以你說老師那我是不是一定要把那個 插入欄那個Sup 搬到下面 不用沒關係 OK 不過啦 我個人習慣我還是要搬過來 為什麼 很晃 有沒有 這邊一個 那邊一個 而且山裡面有沒有 沒有 沒有的話移除掉 不然的話感覺 空的 Module 看起來就覺得應該將來會容易出問題 那 Module 4 裡面呢 就這一個 乾脆把 Module 4 這一個 有沒有 把它剪下來 然後搬到這個下面算 Ctrl V 貼上 那 Module 4 裡面呢 就空的 按右鍵移除掉就好了 不然的話很多人我發現 都一堆空的 然後這邊一個 那邊一個 這邊一個 最後就找不到 而且甚至有的時候 寫了好幾個重複的 然後每次一執行 沒辦法執行 為什麼 因為它根本不知道你到底是指的是哪一個 名稱一樣 VBA裡面名稱寫的時候可以一樣 但執行的時候就會發生錯誤 而且它不會警告你 所以你會發現 以後如果你看到類似的問題 那多半是因為你程式寫的重複 好 最後 我們寫完的結果 我是把它搬到 Module 2 裡面 然後 用 Call 插入欄的方式 增加了這剛剛的程式 當然如果你要更清楚的話 你這邊可以 再明確一點 甚至數字可以重編一下 插入這個 插入黏 黏這一欄好了 OK 然後 這個這樣就比較清楚 那個這個就插入什麼 這個 這不用插入 這應該是 驅欄好了 選取 這個可能自己再加一下數字好了 OK 我們確定OK沒問題的話 那最後呢 我們就是 再把它 Run 一下 看看會不會OK 理論應該沒問題 那我按 F8好了 竹方跑跑看 這樣比較清楚 現在目前資料都空的 然後再來的話 一樣 就是去下載 好 Refresh 然後 結束掉 那 Call 它 跳過來 然後就一個一個 先 黏這一欄 輸入 然後在 區這一欄 把它移過來 這樣看比較清楚 OK 這個 然後調一下 然後入接到 輸入之後 OK 好那這樣的話呢 就結束了 第一個按鈕 寫完了 請各位先試試看 你會發現 這樣子馬上 三個欄位都有了 後面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再產生 所以第一個按鈕完成 所以 今天的 第一個進度 第一個進度的話 就 第14頁這邊 註來切到下載 就把這個按鈕產生 待會我們要產生 歷年切到折線圖 一直到 入接到前十名之條圖 OK 試試看